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部長 高禄委員好 部長您好 不曉得部長有沒有看昨天的聯合晚報 有翻一下 昨天的聯合晚報 它揭露就是東華大學學生勞動權力促進會 它依照300個的問卷調查 制定了一個地圖 這地圖特別有趣 叫做自學店家薪資地圖 上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自學街的 薪水有多難看地圖 就有多難看之自學街薪資地圖的分布圖 這裡面的地圖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裡整個自學街周邊的店家 他們的薪水就是給工徒生的時薪 大概都是落在80塊 到120塊之間 這裡頭只有三分之一的店家 合乎勞基法的標準 那請問一下 就是說這麼多店家違反勞基法的要求 請問部長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 勞動部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動作呢 我想我們對於這些違法的店家 我們表示非常的譴責 因為這是國家的基本法律 所以我們已經跟這個地方的勞動局 大家也聯繫了 我們希望針對這個地方 來做一個專案檢查 是 除了就是做勞動檢查之外 就是說那裡面 除了就是違法低薪以外 店家有沒有為工獨生投保勞保 以及有沒有提拨勞工退休金 有沒有依規定發給加班費跟超時工作 以及國定假日出勤 這些部分勞動條件的問題 勞動部是不是也要進一步的掌握呢 我想剛剛委員談的這個 就是有沒有就是薪水的部分 還有他家勞保勞退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 所以這個我們去檢查 這些都會檢查 那另外就是他的這個 有沒有給加班 有沒有加班 有沒有給加班費 那麼假日有沒有依照規定休假 這些都會一併做勞動檢查 那請問一下就是 有關於這個區域 最近有沒有實施勞動檢查 為什麼我的意思說 為什麼要等到學生 去自發性的發起這個活動 然後去查這些違法的店家的狀況 才被披露呢 因為我們做勞動檢查跟委員報告 我們像這個一年做五萬件 我們過去一年做一萬件 去年已經成長到五萬件 五萬件再分配 在全國一分配下去 在各業別之間 事實上能夠分配到的還是很有限 只有五十三件 今年呢也只有十件 請問一下 部長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違反的越多越好 或者是違反的越多 越少越好 這個都很難評價 但是基本上還是要看他 實施檢查的比 從這個地圖上很清楚看到三分之一 然後這裡的店家我看也有幾十家 所以請部長 這個部分麻煩就是多一點點的努力 好不好 是 這我們會加強 那我這裡還有提到 就是其實這個事情 在學校附近打工的這些工讀的問題 其實東華大學絕對不是一個個案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學校周邊的一些商店的家 商家 他其實因為覺得說學生很好找 然後他們也不怕找不到人 甚至就是說工作的機會也很少 因此常常會面臨到就是薪資 普遍比較低的問題 那我覺得啦 就是說店家他並不是要刻意違法 因為在那個學校附近周邊 本身就是生意會比較繁忙 那有可能是一時疏忽 或是對於這個勞工權益的法制觀念不清楚 我想說部長這邊可能也要 對於就是勞工權益的部分 要在各商家去做推動 再來就是說我們也要考慮就是說 很多的狀況 比如說學生會在這8個月 除了寒暑假的時候 會在這個8個月打工 我們也要評估這個實際的狀況 去做調查 以及有關於就是城鄉差距的問題 我這邊收到很多學生 以及年輕人跟我抱怨 就是在花蓮地區 他們的薪資普遍不會超過2萬塊 這已經是不符合我們的最低薪資的標準喔 所以在這裡就是本席要求 就是有關於就是東華大學 低時薪這個問題 就是督導花蓮縣社會勞資科 社會處勞資科 側查東華大學學校周邊商家的低薪以勞動條件的問題 在兩個禮拜內 向本席提出報告 再來就是說擴大實施勞動條件檢查 確保公讀生的勞動權益 請問部長這樣可以做到嗎 這個我們要求這個花蓮的這個社會局要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立刻來執行 但是時間上是不是委員可以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這個他要檢查的店家跟範圍蠻大的 我想我們要是比較有充分的時間 做的會比較這個落實一點 那我不是針對這些店家 我只是覺得就是說其實這個 我們是全面的 對對對 甚至就是有關於就是 其他的勞動權益的教育 也要一併實行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委員 謝謝